这个就是Law Basic Course Latent Heat 第六版 这个题目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定份量的冰 以及放在水里面 接着我们计算时就发觉 如果我用1ml 计算 整粒冰融化的时候会吸收多少能量呢? 还有如果我把水全部变成零度之后 可以放到多少能量呢? 是的 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 计算出来一比较我发觉 咦?冰如果变成水吸收的能量 其实是多于水变成零度的能量的能量 同不同意? 那你如果比较算出来应该是负数来的 在我们答问题的时候 是不可以不可以见到负数的 它吸收的能量不可以见到负数的 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计算吸收的能量负数代表什么呢? 其实我根本去不了 我根本不可以将整粒冰融化 我粒冰未融化之前的水已经到了零度了 这个就是个概念 好不可以? 先写一下 那所以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是先计算了 第一 冰融化会吸收的能量 第二 那堆水去到零度 会放出多少能量 接着比较两个能量大小 你就会知道究竟这些冰融不用得了 第四步就是什么呢? 它真的计算冰融化了多少 好不可以? 如果这些冰融化就会计算初数了 好不可以? 所以是什么呢? 你应该是自己找草纸画好图 然后先比较 好不可以?